然後它的那個滷肉啊 是那種油脂非常豐富的類型 還是敬意中那種 油脂很豐富的麵麵 早餐是什麼 午餐是什麼 晚餐是什麼 來啦 今天帶大家來吃 這間有賣午餐 也有賣晚餐 這邊位於了台南東區 欸 現在台南東區是寸土寸金 那個店面每一個都比一個貴 租金一個比一個高 房子一個比一個還貴 我跟你講這間在東區賣這個價錢 它的麵啊 一碗只要是 但是你不會覺得大家很隨便煮 這間我來之前 我就忘記它的名字了 我知道我有寫過 好啦 大家試試看我在我部落客初期 寫過的這間麵店 到底好不好吃嗎 Let's go 我跟妳講 我們來到了 我忘記我寫哪一篇麵店的時候 然後有幾個那種 始終的粉絲有沒有 結果就說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阿娟的麵 然後我想說 阿娟哪一間啊 然後我今天Google要來的時候才發現 欸這間我寫過耶 好啦 我跟你講 在東區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啊 阿娟的價錢 真的很便宜 然後它的那個滷肉啊 是那種 還是敬意中那種 油脂很豐富的麵麵 可以耶 這個麵可以耶 很好吃耶 rooted in the climate 1號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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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2號 3號 2號 2號 3號 2號 而且它的其實 不管是之前一代煮的 還是現在這個女兒接手 他們煮的麵的功力其實都不錯 都非常非常的紮實 但是因為排很多間就沒有點滷味 正常我會點很多滷味 因為這邊的滷味超便宜的 海菜是10塊 豆干5塊 小菜都很便宜 你怎麼吃都不會心疼 這應該是僅至於大勾的滷味的價錢 好啦 最後還有什麼特許的麵店嗎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最好是CP值高又好吃的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按鈕鈕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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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影片 掰掰